原來是我們現在有關於事務的事務 法委員會現在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一分鐘 首先請陳教華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委員陳教華等十三人 有鑑於自桃園龜山發生沙石場坍塌 造成繼承車司機妄死事件後 沙石場及土資場的違法擴建 竊佔國有地稻挖土石 沙石污泥堆滯過高等等的問題 已由行政院整合跨部會檢討 全國沙石場和土資場之管理疏漏問題 並召集地方政府共同研議 訂定中央管理法規 明定中央及地方之分工與管理權責 以供地方明確執行加強管理 原此請行政院於兩個月內 召開檢討位翼 嚴定定定沙石場管理辦法 及營建土石 剩餘土石方處理法 明定管理方式及法則 精進沙石場及土資場之管理 以徹底改善長年必病是否有當 請公決案 本院委員陳嘉華等13人提案 座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援處 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通過接著請葉玉蘭委員 本院委員葉玉蘭臨私民共同提案 課委會與教育部為執行國家語言發展法 共同規劃招收資源教師的私資培育學分班 去年招生57人 跌落至今年10人 原先規劃的專職培訓管道 才第二年就以搖搖欲墜 主因最近教育部又另開管道 其他專職教師只要真能培訓24小時 加上中高級的課語認證 即可執行課語教學 打亂了不辭低薪常年教授 課語的資源教師的職涯規劃 教育部與課委會 因共同正式資源教師的困境 檢討現行轉政門檻 廣開專任職缺優化媒合機制 合理調升資源教師待遇 以立客家語言文化之傳承 謝謝 本院委員約一蘭等16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委員處 請願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下來請高嘉瑜委員 謝謝主席 本院委員高嘉瑜何志偉等 25人臨時提案 建於台北市人口密度 跟交通流量過高 尤其是交通嚴重 擁塞地區 時不再適合蓋任何高量體的社災 本席建議內政部要整合 台北市、新北市還有基隆市 所有的中央跟室友的土地 將社會宿宅蓋在人口 跟交通低密度的公有土地上 之後再徵建捷運支線 和主幹道來做串聯 是否有當盡情公絕 謝謝 文言委員高嘉瑜等25人提案 座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報院會臨時提案 經理處理完畢 現在上會 請容許多我們 請頒ained 請收視職 choice 請 頒 請 請